之前我们上车的K70E 它的性能释放很不错 外观也有惊喜 当时我就想 中杯都已经卷成这样了 大杯岂不是更猛 果然 K70订挡之后 卢总就开始了预折模式 发微波都不太停了 这台K70 Pro到我手里已经好几天了 我发现它既陌生又熟悉 熟悉的是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 这个价位该有的它都有 不该有的也可能都有 陌生的是因为 它的质感好像不像是红米手机 我愿意称之为小米14 Plus 没错 这几乎就是大平板的小米14 不信的话 咱们就接着往下看 视频不长啊 全是干货 希望大家耐心看完 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生 吉日不见 甚是想念啊 可能有细心的粉丝发现 我们现在聊手机 很少从外观开始介绍了 因为旗舰已经玩不出什么特别大的花样了 但对于K70 Pro来说 外观可能是它更大的一个卖点 如果一台手机既有MIX Folder的镜头设计 又有小米14的质感 那一定很贵吧 不好意思 K70做到了 不夸张的讲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红米 金属中框缺起了三代 在K70身上直接回归 标准版是磨砂质感 Pro是抛光的铝合金 跟小米13定制色的中框比较接近 是那种深邃的黑色 看起来很干脸 机身R9的过度 相比K60更加的自然 出厂搭载澎湃iOS 一大堆风格化的锁屏 都让它看上去啊 非常的高级 把定位更高的小米14 放到它旁边 也没有违和感 什么叫双尺寸双高端啊 唯独下巴还是没有那么极致 但也很接近视觉上的四边等宽了 翻到背面 黑色用出来A级工艺 跟K4的内耐比较接近 大马士革钢的纹理更收敛了 摄像头神思MIX Fold3 但是红米没有Fold 所以它是MIX3嘛 个人觉得它看起来比Fold3更和谐 主要是调整了四个炮筒的间距 没那么局促了 回归的不只是机身的质感 还有长焦 上次看长焦还是K30 真是几年不见甚是想念啊 它在光景好的地方表现平平 你用主摄拍一张高像素再放大 都和它差不多 但只要公务员复杂一些 这颗场景的优势就出现了 而且它的调度比较激进 荷兰的环境都不会切主摄 成像质量把K60 Pro摁在地上打 可惜的是它没跟上今年影像期间主攻的两个方向 K70 Pro对人像的理解还停留在这个上个版本 人跟背景像是两个图层 不过它的表现至少比K60 Pro强 上一代的人像只有广角端 长焦微距更是想到边想 只要稍微凑近一点就会变成主摄台阶 一句话总结 这个就是2018年的 最强手机长焦 大家觉得这个表现怎么样呢 我是觉得挺有诚意的 主摄同样是光影猎人 贵格接近MX766 除了质感以外 几乎跟小米说的起研 没有特别大差距 超光脚晚上还是不可用的状态 但白天解析力有明显的提升 换句话说 K70 Pro没有凑出镜头了 真正做到了把钱花在了刀刃上 所以这个两倍长焦 看似只是一小步 但对红米来说 已经是一大步了 红米作为线上场 最大的优点肯定是会来事 很善于听取网友的意见 所以有时候 就算方向错了 它调整也很快 比如K60主打的2K屏加无线充 网友对前者赞叹有加 后者感知不强 K70就把无线充给去了 保留了2K屏 我推测 这个价位的消费者 都是会过日子的 无线充肯定是好东西 但是 这个玩意还得专门去 给它整个配件 可能就没有特别大的必要了 反正还有5000毫升电池 加120瓦的快充 该生生该画画 双阳就是听个响 自免疫 它的音量很大 马达也是0809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剩下的几乎都是优点了 8G3是毫无悬念的 它不仅游戏性能强 AI性能更猛 提升高达98% 能效进步40% 堪称跨越式升级 现在流行的AIGC 也就是生成式的人工智能 简直也是手拿把架 有很多有意思的操作 让它画图汇总 已经是基本操作了 说多了也没有意思 我最喜欢的是 让它角色扮演 可以让我跟那些历史名人 跨越时空对话 虽然说他们都已经不在了 但他们的精神却传承了下来 我们人类就在这一代代的学习中 变得越来越好 AI进步其实也有利于提升游戏性能 因为调度更加的聪明了 咱们不看广告看疗效 示范27度 原神虚秘跑图 用性能稿记录数据 除了第二次进程 有一点小卡顿 几乎是一条直线 864P跑得跟别人720P一样稳 这个功耗只有5.9瓦 K70 Pro跟小米14 Pro一样 都可以解锁2K画质的原神 有一种从小底变成1英寸的错觉 清晰了不少 这下真的变成观光游戏了 当然帧数就没法要求特别高了 好在后比这次多给了你两种选择 一个是插帧到60 另一个是直接连接官方的散热背夹 直接2K60 原神启动 原神玩家大概率也会玩崩铁 K70 Pro一直努力往60帧去跑 掉队非常激进 最后平均帧数更高 不出意外的话 这个就是小米7手机里 最适合打游戏的了 用上骁龙旗舰SoC的同时 屏幕也是满雪地 这对后面来说也是史无前例 机材是刚刚出炉的滑行光电C8 出厂默认专业原色 白底非常正 实测手动最高660 激发940 在250尼特下的功耗0.78瓦 相比于K60 Ultra的C7 确实有进步 除了相当不错的可视角度 国产品的优势在于护眼 在10尼特以下 是3840Hz的PW调光 10到70尼特 调整到1920Hz 70尼特以上是DDC 可以说是几乎没有短板了 所以这个部分 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K70 Pro在关键的配置上 没有留下遗憾 今年机圈有一个词很火 那就是AI AI在我们印象中 本来其实离我们的生活还很遥远 但是手机芯片的进步 各种应用的落地 人工智能的成熟 让这个词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K70 Pro也是赶上了好时候 主打全场景AI 我前面提到 人类就是不断地在学习 跟进步中成长 一代更比一代强 手机又何尝不是呢 K系列从K20到今天 产品力一直在提升 从一开始的旗舰手门员 到今天的小米14PLUS 已经有点高端机的味儿了 质感运机 配置不再留遗憾 影像未来可惜 把高端期间的部分配置下放 这是红米一直在做的 也是他们擅长做的事 至少产品本身是有诚意的 就看价格能不能连夜 说服高管了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也结束了 如果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投币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